蓝仔大喇叭来了 当网友蜡瓶传来灌蓝舞 当事人们开始反击回应 网友要问什么 至今不能接受 他比我妈妈还大 但看上去却跟我一定要大 我没比你妈妈大 我才28岁 不要许念乱说 活力满满 感觉我们老师 猴杰都能练出腹肌了 猴杰对我的猴杰比较明显 猴杰比较明显 我觉得应该是天生的 我爸爸也是 有跟白津庭一起打过球吗 小白 他的偶像好像也是我 他一直不说而已 因为我每一首歌他都会唱 而且他喜欢来看我的演唱会 我连录节目他都来看 那平时还会跟谁一起来打球吗 我有的时候也谁也不约 我就自己去公园 去认识就直接去打 最近有精进自己的球迹吗 来路灌来之前 在你指导目前 不敢说你自己篮球什么事 没事我最高 好怕孙悦指导 不小心唱的一句 祝你平安 干吗 不干吗 这怎么干吗 都没唱过 你会注意自己在镜头前 表情的管理和形象吗 我不太会 因为我觉得比赛就是要投入 高兴就是高兴 高兴就是着急 对 你觉得眼神脑 会不会在镜头面前 故意做一下表情管理 会下意识的回声 尤其是口口纯方的 然后向眼神脑学习 又帅又有梗 是灌篮舞的梗王吧 你把那个八字去掉 梗王型 你觉得你更在意男才 更在意女生 我更在意比赛的成绩 像官方的比较 非常官方 外界选手 我算用的是你的照片 你那表什么猫 你叫我这事吗 我不知道 这就是冠篮舞 然后他们说冠赢了其他的 这就是曹芳 就目前参加赛来说 确实我来的有点多 方哥在直播里 听众率没这么准 是不是捡出来的都是打得比较好的时候 没有假的全是真的 那至于为什么我在这这么准呢 感觉一回到这就 团跳啊力量啊投篮都加实那种 网友说张志杨是靠脑撒球 怎么办 可能就是大家从场上从看见我 就要低致的投篮 三分准但是发挥不稳定 你怎么看 那就不能叫准 不稳定就代表你不准 减肥真的那么难吗 我已经瘦了13公斤 怎么减的 不吃 减肥的吗 哈哈哈哈哈哈 我心里面住着草原